今天早上,看新鲍的背景 你觉得这里是哪里呢? 我们在深圳,不过这里是沙井 来到沙井,很多人会说,吃蠔吧 沙井蠔这么出名,深圳都挺出名的 我们今天,除了吃蠔之外,其实是来一家老字号 1985年,全民就已经开了 这里也算是有名气,而且是沙井,越作腾房 所以要试一试 村口一直走到这里,还没有吃的食物 所以如果你说那家店收收买卖,真是酒香不怕航心 用薯头? 用薯头,前面有一个 是不是开了很久了? 是开了很久了 果然是很出名的地方 因为你看看,蠔文化馆都有的 在一个村落里面 证明了这些蠔真的可以 应该是这里了 又是熔柱头,应该是这里了 就在那个 是有一个陆园对面的 前面就不要走 果然是一个熔柱头 但是,是没有招牌的 但是看到就是没有招牌的 有一个不知什么 摄氧村,不知什么 很光明的地方 整条街最光明的地方 是池河的 四位 没有招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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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的 招牌的 招牌 你们这家店叫什么名字? 熔柿豆 大白当 大白当 八多年开 八五年开 哎呦 好厉害 你也没有那么老 大过你? 我七九年的 没有理由 哈哈哈哈 没有理由 其实,材料是足的 老闆娘刚才说的 如果你说冬天 即是季节的时候 那些蚝就更大 一开两个的话 就更加满足 这盒子是三十多元 我觉得是对得着这个价格 好吃得来 清甜得来 是没有加味精的 5堆的胡椒粉 然后一些姜味 一些葱花的香味 然后就是蚝的鲜味 还有珍台材料 尤其是那盒粥 其实挺棉下的 但是那些蚝很值得的 那盒粥是淡淡的 一切入蚝的鲜味 不断变出 鸡也没有叶 没有味道的 试试这个蚝鸭粥 很香 果然是甜的 味道会更浓 轻轻 比较老 那种感觉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蚝是挺好的 其实,为什么沙井这边的蚝这么有名呢? 以前的鸣鸣也有名 不过现在的环境 污染了不好的东西 因为污染了 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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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啊 这个花生粥呢 很白淡 地豆膠 不是粗口 是粘的 是真材料 不是轻的 水 感觉是挺好的 清甜的 哈哈 花生就很软 我喜欢吃焦 一口吃的 很好 很香脆,生番薯的脆脆,花生的脆,炸鹹水的脆脆 油香,蘋果醋和碎加在一起,很棒 阿姐,这个是沙井当地的特色小吃 很多年前都是这样吃的 我会做的米粽,包好,煮熟,切片片,曬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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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光很久,曬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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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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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光 深圳其他地方,人们也会过来吃 是,在广州,我帮回小孩,几时都来的 多多多多多多,都来来 我还是广州一只 哈哈哈哈 阿姨就说,这个厨房清代已经有了 他们现在都是上百年的历史 这块碑就放在这里,跟着他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厨房了 所以,证明了,他们这条村是历史悠久的 而他们的宕口在这里 就是,伴随着这条村 其实,他们都开了很多年 当然,有见证了很多东西 又说,很开心啊,现在是回千啊 我见到,这里都是几个阿姨一齐夹手夹地做的 是啊,三个,请一请几个 是不是有关系 以前我妈做的嘛 我妈做的,我妈是几十岁了 她们的历史悠久没做的 那天翻开,有两个是两姊妹 最高的妹妹 见到这条村子都没什么人住的 那样的感觉 全部都拆了新楼 有些是秘密的,那些是秘密的 那你们村到哪里? 有那些高楼 那边你直接住高楼 嗯 到时候,这条不是要拆了? 是啊,是秘密的,拆了手续 拆了手续啊? 嗯 外人来收啊,来征收啊 外人啊 都拆了外人啊 那些特色的小吃啊 又或者那些蚝竹啊 其实都是附近的人 常常都会吃到的了 但是就说到 可能这边呢 就 这边呢 这边呢 整条村 可能就要拆迁了 可能就会变成其他东西 所以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这边会失存 有些可惜 还有有些 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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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滋味 虽然那些竹是很滋味的 是啊,到最后 希望他们可以 几姐妹 啊 就是 共同努力 做久一点点 就像棵榕树 可以 开久一点点 因为毕竟是一个老地方 三十几年了 在深圳 算是老店 希望不同的地方 点击关注 下次更新 大家就不会错过了